瑶瑶 我听你妈说你这回 又考了前三名 骄傲的 她以前成绩不行 让老徐一辅导 蹭蹭往上蹿 要搬上前几名 老师都吓一跳 你说我们这爱莲姐 这又是厨师的 又是家庭教师 你说她得一个月 给多少钱工资才行啊 她工资呢 她不打徐叔叔就不错了 胡说八道什么 去厨房拿点醋过来 娘 你怎么过来的 妈妈叫我倒点醋 徐叔叔 你那个红烧肉做好了没 我想吃一块 你这个小子 好 来 自己拿一块 怎么样 真小 好 你小心啊 这边要起油锅咯 当心 来 菜齐了 菜齐了 红烧肉放开 你们到的时候 要喝的时候一拿就行 行 然后 那就你们慢慢吃 希望你们对我做的菜呢 满意 徐大哥 你一块儿做过来吃吗 不 你赶紧走吧 厂里还有事呢 不是厂里 对对对 厂里还有事 你们吃吧 慢点啊 太不好意思了 谢谢啊 谢谢啊 徐大哥 他自愿哪儿 真的啊 我们每次来啊 您都太客气了 我们这人真受不了 您是贵人 艾联的贵人 就是我们纺织厂的贵人 你千万别说这么见外的话 这么着 咱下回咱哥俩好好喝一下 这都约多少回了你说 你 我跟你说啊 真的是太忙了 这厂子里好多琐碎的事吧 他把爱管全推给我了 我们反正能多干点就多干点 对了 那个姚总 您那个一千卖 我们会尽快提前还账 然后利息呢 按照银行一年息一来寄 这点你放心 好吧 行 再说你 不 不说了 你赶紧回去 咱们等着呢 我走了 我走了 进去吧 进去吧 再讲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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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再讲一个什么 想想啊 杨阳 你别玩了 快点去练半个小时次 晚上上门睡觉 把徐叔给你的任务都完成了 去吧